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的这次听众会 由该委员会的主席布朗参议员主持 今天我们在这里评估过去25年意味着什么 以及我们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在我看来天安门事件后我们错过了机会 我们错过了把中国融入到国际社会的同时 保护我们的经济利益 并让中国走向正确方向的机会 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也发表了声明 美国国会每年纪念天安门事件是因为它对美中关系有着持久的影响 我们纪念它还因为我们仍然不知道有多少人 仅仅因为寻求普世自由而被打死逮捕或者流亡异国他乡 这位一项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国会议员表示 美国国会将继续纪念这一事件 直到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公开地讨论89年的这起悲剧 而不会受到审查骚扰或是被抓捕 过去40年来处于美中关系核心位置的前助理国务卿洛德大使 在听众会上作证时表示 尽管中国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取得进展 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领域当局把罗斯年的更紧 尤其是最近几年 共产党不禁迫害一位盲人 而且还迫害他的家人 他不仅囚禁一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而且还软禁他生病的妻子 他不仅抓捕改革者 而且也抓捕那些捍卫改革的人 他不仅把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关进监狱 而且还迫使他们在电视上认罪 他不仅不公平地对待西藏人 而且还惩罚那些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的政府 他不仅窒息国内的英特网与媒体 而且还威胁外国记者 导致从蓬勃新闻到好莱坞的自我审查 不过同样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驻华大使瑞孝俭 所强调的是中国这些年来所发生的变化 包括对问题进行不同的思考 民主在国内对话里变得更加重要 党内的差额选举 以及对法治以及权力制衡的日益重视 他以美国奴隶制以及妇女普选权的演变为例 说明任何变化都需要时间 你可以轻易地证明地上的草没有长 拿把椅子坐到你家的院子里 几个小时盯着地上的草看着它长 你会得到这些草没有长的实证 但是如果你等一个星期 你就可以得到这些草是在长的实证 换句话说 洛德大使所要的是中国在一个时间段里发生变化 而这种变化在别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则是不现实的 洛德大使回应说 就像很多有关中国的事情 很多事可以同时都是正确的 他认同瑞孝俭大使指出的 有关中国的这些长期的趋势 但是他坚持认为中国最近几年在些关键领域出现了倒退 他还表示他并不指望绿草可以在一夜之间长出 但是出于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 事情可以进展得更快 在这场听众会举行的前一天 美国司法当局对五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提出起诉 指控他们针对美国从事网络商业间谍活动 随着六四25周年纪念日的日益临近 美中关系还会出现什么新的变数呢 我们拭目以待 VOA是丽雅 岳城 火会山报道